而六月夏季端午节庆的氛围越来越浓烈 瑞瑞乡妇女会也在21号邀请了姐妹们 在青年室进行了包粽子的活动 除了拉近姐妹们彼此之间的情谊 姐妹联手包出了上百粒的粽子 妇女会表示也将分送给地方的弱势族群 让粽乡可以传爱 厨房里姐妹们忙着清洗备料 其他姐妹则是在宴客大厅里包粽子 瑞瑞妇女会姐妹们里里外外忙成了一片 大家开心的包粽子 现场热闹无比 祝大家三五节快乐 有的外观包成了双色粽子 也有的讲求内馅丰富饱满 姐姐妹们联手包出了上百粽子 也拉近彼此的情谊 对啊 你们的粽子还有不同颜色 颜色 很厉害哦 瑞瑟湘妇女会今天上午举行端午节庆包粽子活动 邀请姐姐妹们们一起携手包粽子 从来拉近姐妹们之间的情感 妇女会理事长江南妹说 所包的粽子自用之余 也将分送给地方弱势族群 共同分享同乐 当然啦姐妹希望能联系在一起 然后包粽子会比较有意义 爱心中就送我将近五十户 还有就是边缘户那一家 我们重点是要送边缘户 众相传爱 妇女会姐妹们 借着这一场包粽子活动 和社区弱势族群 共同分享健康粽子的好滋味 记者是玉兰瑞士台湾报道